HELLO 大家好,我是Hayman 之前跟大家拍了年度最愛的化妝品 但其實護髮、護膚的產品比較少提到 今天這條影片想藉著春季的主題 想跟大家分享這種潮濕、炸暖環寒的天氣 我有什麼Beauty類的產品是很喜歡的 如果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樣介紹的產品就是這款精華 不知道大家接觸過Yves Roche的品牌沒有 其實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跟我推介它 它們是法國的品牌,在法國製造的 還有護膚品主打採用了比較天然的成分 而這款anti-age serum 其實我覺得很適合20歲中的女生開始用它 因為它的產品上到面後質地是非常好的 使用的感覺是舒服、不會太大負擔 相比起其他抗衰露型的產品 其實質地做得算是偏薄一些 春天來說,我想大部分女生都不會喜歡 塗一些太rich的東西上臉上的 它是有保濕的效果、不會黏黏黏 容易推開、容易吸收 所以在這個天氣下面用我覺得都OK 它的名字其實都寫著了anti-age 所以大家都猜到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抗腦和增生膠原 近一年來,其實我突然發現自己開始有些幼的頸紋出現 其實就不是很深或者不是很顯眼的 但如果我近看的時候,都會看到一條淺淺的坑在那裡 說起都覺得很傷心 25歲開始有的這些淡頸紋 第一,可能你們經常躲下頭玩手機 長期接著了,其實也會有一條痕在那裡 第二,就是作色不好、生活習慣不好 都會導致到有頸紋的出現 最近用它的時候,我塗完臉 我就會順手塗在頸上 它是可以幫忙減淡你的頸紋 塗臉的時候,我最重點就是塗在腐紋 塗完一陣子,其實你看到腐紋會淡了一點 整個臉用完就有一種脹腑腑、飽滿的感覺出來了 這個品牌,我朋友還跟我推介它們的面相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看看 第二樣介紹的產品就是YAMEN的這部美容衣 其實自從美容業停業之後 我都收了很多inbox 問我用過什麼美容衣是覺得好用的 其實YAMEN這款,他們之前有一部粉紅色版本 我已經有用開了 現在呢,最近就轉了用黑色這部MAX的版本 IG那裡,我就已經拍了一條影片去分享 大家可以去那裡看一看,多點資訊 其實我最喜歡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幫我做到導出 大家化妝、卸妝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殘留物塞在毛孔 或者比較底層的位置 它就好像一塊磁石一樣 可以幫你拉一些很細微的髒東西 你平時卸妝沒有卸到的髒東西出來 用頭幾次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塊棉花 都有一些髒髒的,黑黑的 然後有些粉底色在那裡 就是你平時射不乾淨的東西 還有為什麼春季會比較喜歡用它呢 就是在這種天氣之下,其實一時乾一時凍 皮膚都會比較無所適從 或者有些敏感一些 我用到的精華呢,其實除了剛剛那款 就會用到最簡單的B5 Gel 用它配合來用,第二天起床就會看到分別 整個質素是跟就這樣塗精華是有分別的 它可以幫你加大原本用的精華的功效 另外奉勸大家它這麼貴,買一部美容兒回去 記得真的每個星期要拿它出去用 不要瘋疹 我知道有些女生買完回去那一刻很開心 然後用了兩個星期之後就放下了 那你就浪費了一點錢的了 美容兒真的堅持去用,你才會看到它的效果 下一件就去到面膜了 其實春天我敷面膜都蠻簡窄的 我又沒去到用夏天那種純寶水超級清爽的面膜 那春天我最近就很喜歡用這一款 那其實它的滋潤性相比之前我介紹過的女神面膜 其實它是會高一點的 但是它會不會令到你很黏 然後整個臉很不舒服它又不會 另外機嫌的面膜紙我一向都是挺喜歡的 性格比都非常之不錯 那它這款其實我覺得最好就是它敷完下去不是純寶水 它會有滋潤的效果 有一點修護的作用 如果你臉是有點癢癢或者那陣子感覺到好像敏感有些輕的話 其實用這個都OK 這一款的面膜我現在一個星期大約都會敷兩至三晚 因為它很便宜 你用又不會心痛 其他時間就會用一些清潔的面膜 還有一些gel mask 繼續都是面膜先 剛剛就說完paper mask 這陣子其實我還在用這個Origins的泥面膜 你看到它的樣子都知道它是一個清潔面膜 其實我作為光性皮膚 之前就算是夏天我都很怕用一些泥臟面膜 因為一用完之後臉就會超級黏緊 但是我反而就對這一款都覺得OK 我小小的這樣其實都用了半支 用完之後整個臉的感覺是很清新的 但是至於它是不是真的很乾呢 我又覺得未至於的 用它的時候其實薄薄擦一層 然後很快敷完乾乾的 就去洗走它 就覺得臉好像鼻吸過層一樣 摸上去是會滑淨 毛孔裡面的髒東西都會幫你帶走一點的 它我就不建議乾性皮膚太頻密去用 大約都是一個半星期 至兩個星期你可以用一次 因為頻率不算太高 所以用完之後都沒有太蠻緊的情況出現 都是正常塗保濕精華 塗你之後日常的護理就可以了 出下天我用清潔面膜的頻率都會高一點 所以用完這個Travel Size 我應該就會回購它大Size 下一樣都是Origins的產品 就是它們最出名最黃牌的菇水 其實這一款是一個 如果你不出事 你是不會感受到它有多好的產品 如果你是平日常去抹臉用 做Toner用 你是不會看到它有特別的功效 也不會特別喜歡它 但如果你是敏感的時候用 是會覺得它是你的救世主 因為通常我敏感的時候 都是在這些位置開始起紅點點 只要那時候我拿了它來濕敷 或者我大約用它抹臉兩三天左右 其實都會退走紅 還有整個皮膚的穩定性是高了很多的 這一支其實我沒有記錯大Size 我都用了兩支左右 那現在呢 其實它就會長期在我家裡 有一個開門口的作用 尤其是在春天這些 你皮膚不穩定性都挺高的時間 我都會開定一支來用 每個星期我都會找一晚左右 就整個臉濕敷 或者你感覺到臉哪個位置 你狠狠的感覺到它作敏感 我都會剪細一點點臉 然後就濕敷下去了 春天除了是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其實都是我一年四季裡面 生暗瘡長得最多的時間 那這個呢 就是我用了很多很多很多枝 到現在都是很喜歡的GELPLUS 它裡面就有15%的AHA 這個呢 我已經由它膠瓶的狀態 用到它現在 支支瓶這個 已經用了很多枝 那它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真的有暗瘡 塗完上去很快就會燒 但是它裡面有15%的AHA 所以都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本身是敏感性的皮膚 你買完回來 可能都要在頸的位置去試一下 或者在面側邊這些位置去試一下 它是對於去除暗粒 和暗瘡都有幾好的功效 如果春夏天 會起那些一堆堆很細很密的 暗粒仔的時候 我就會整個位置 塗一堆GELPLUS上去 然後敷過夜 當Sleeping Mask那樣敷 通常用兩三晚左右 那些暗粒就會自動消失了 或者它會變成一顆很容易被你擠出來的暗粒 例如我之前這裡生了一顆大暗粒粒 那我大約塗了它三四天左右 原本我是怎樣都按不到一顆暗粒出來的 但是過了三四天用完它之後 很容易就已經擠一聲 弄了它出來 它有一個疏通毛孔的功效在 另外可能你擠完暗瘡 處理了它之後 你又不想貼暗瘡貼 因為感覺到它都平了 應該就沒什麼濃可以吸出來的時候 那我都會用GELPLUS在傷口面上封一封它 到第二天就會看到那個傷口很完整 這樣預合了 然後等到幾天它脫掉 暗瘡就已經完全康復了 定得上手介紹的產品就已經分享完了 那現在就講一下頭髮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看過我的IG的話 就知道我大概三星期之前 就去了做一個Treatment 其實我是一個自然捲底的頭髮性質 那這兩年算是好了很多 順滑一點 沒有那麼粗身 沒有那麼硬正 但是去到春天的時候 如果你是自然捲的朋友 就會明白頭開始好像爆炸開 梳又梳得不太好 吹完頭的頭髮又會好像很蓬鬆 總之呢 如果你那天是不好好打理好它 走出一條街 就會好像瘋瘋婆 或者你就算打理好 只要天氣潮濕一點 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又會好像打回原作 那為免春天煩惱太多 我就去做這個Treatment 其實它就是一個 幫你頭髮順一點 直一點 貼一點的Treatment 我問了我的化妝師 他說這個Treatment 大約就保持三個月至半年左右 視乎你本人怎樣去打理它 那我現在大約做了三星期 其實效果都非常健在 而且我比較喜歡做完三星期之後 它這些位置開始有少少蓬鬆 但它又不會飛很多毛毛出來的這個狀況 那我現在出街呢 其實如果沒什麼事 我都會直頭髮出街 吹完頭梳一梳 它已經是一個很整齊的狀態 已經是走得出街的了 但如果要拍片 或者我那天要開直播的話 我就會輕輕地夾過微微的圈 做完Treatment之後 其實我用來打理頭髮的時間 是真的少了很多 而且一出街的時候 就算是天氣潮濕 都沒有那麼擔心自己後面 都會有很多毛毛飛出來 很freezy 或者整個頭好像瘋了 然後梳的時候 又會有隻手 又會有手汗 總之整件事 如果你是自然捲 你就會明白了 今天我這個頭髮狀態 我盡量都只處理了下面這部分 上面那裡我就沒有觸碰它 你看到其實它的狀態 都是油順 貼服 這個是一個我自己 非常滿意的一個效果 剛剛做完的一個星期 是會比較貼少少的 我就放回剛剛做完的照片 但是你回家多洗一兩個星期頭 其實就會回復這個 有少少蓬鬆 但是都是順直貼服的效果出來的 最後一件事 就是關於我們的節目 其實大家春天夾眼睫毛 塗節目膏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 那個drop的程度 是原本夾完那一刻這樣 然後可能過了十秒 它就已經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春天我都很常去做節目 之前都做了割蛋白 現在我就剛剛做了一博一的節目 其實兩件事我都試過之後 我覺得春天如果是做割蛋白 應該會開心點 第一它已經那個效度幫你撐了出來 你真的覺得它沒那麼效的時候 你才夾一下再塗節目膏 全天的效果都會很卷效的 而且春天為什麼 比起秋冬天沒那麼建議 大家去直接毛呢 就是最近我發現 譬如卸妝的時候 或者洗臉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用油 或者太大力地觸到眼睫毛 否則睫毛會脫得很快 在這個時候 春天又比較潮濕 這個位置就會織到 有一點點睫毛痕痕的 我也有盡力拿棉花棒去 印水或者清理它 但是那個爽的程度 真的整個蛋白會開心 比直睫毛好多 在春季來說 今天這個春季愛用物分享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可以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社交平台 以及按我Youtube的鈴鐺 我出了影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